前不久 网络上流传出了比亚迪全新MPV的设计图 有消息称它是比亚迪的夏 但比亚迪官方并没有承认 最近这两天 比亚迪王朝的另一款新车 名的设计图也被发布在网上 虽然真实度仍有待商榷 但无论是外形还是尺寸都急剧看点 网传的名分为阴阳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的外形都很科幻 其中阳的造型似乎有点兰博基尼 优热似的感觉 其车身的长度为4705毫米 宽度1897 而被称为阴的那个版本 造型更加的修长流线 甚至还有一些超跑的味道 而这台车的尺寸更是达到了5330毫米 宽度超过两米 两款车都采用了玻璃车顶 灯组的造型有一点像汉字的东 而动力方面 两款车会使用新一代的DMP技术 2.0T发动机配三台电动机 前电机的功率为200千瓦 后电机功率为300千瓦 使用的是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整体的性能非常强悍 虽然目前还没有明准确的信息 但这两张图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比亚迪的产品线上确实缺少轿跑SUV 无论如何 这两款车给人了很多期待 对于比亚迪明后续的消息 二条车也会持续的关注